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顺音及相关的词,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首音,首音及相关的词,知道我们祖宗认识到所谓这些灵性血气,生命之间这种相互利用,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相互奉献,共同堕红尘,啊 经历这个所谓命的历程,那么自然而然,要各自用自己所谓的物质的身体,物质的财体,去相互做奉献,因为生命血性灵性,不可能有非生命,非血性,非灵性的这些无极物,直接再来作为食物,这是不可能的,规则使然,祖宗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有了相关的这些 因此啊,承载了这些信息,知识感悟,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 那么祖宗呢,实际上对这个东西千百万代祖宗啊,千百万年来着反反复复的观察思考,全目的研究 所以信息量非常的大啊,都沉淀,这在这些所谓的文字,画的这些信息当中,所谓的文化当中 那么,其实呢,祖宗也认识到了,同类之间好说啊,都也够能理解,也能能印证的透,揣摸的透,研究的透啊 真理实效呢,不亚于我们今天所见读的,但是夸种类所谓食物链啊,不同物种之间这种好像似乎是自相残杂生命啊 就这个剥夺别人生命,使得自己物质生命延续啊,有感觉呢,有一些不可结束,有一些觉得残忍 因为祖宗也还是没认识到,其实到今天我们也没认识到啊,真理真相 所以有些人呢,大行其道啊,叫吃素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 甚至说,吃这个吃素啊,不造业,实际上呢,这都是,还是不好听的一句话啊 没认识到真理真相,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其实祖宗也是如此 祖宗如此呢,所以给我们留下这方面的信息啊,知识,感知感悟也比较少 所以我们能够借鉴的,也能够去印证,沿着祖宗这个足迹搞到的这些真理实际上也比较少 所以我们今天也没弄清楚啊,当然了,很清楚 以后在统一论里就跟大家做分享 那么所以呢,祖宗就对这个,呃,所谓的灵性学习生命呢,分了 可以说叫三大类啊,草木植物一类啊,动物一类 但是呢,又把人单独提出叫三类,也可以把人啊,归于这个鸟兽啊,动物一类 嗯,其实就是两大类,说白了,就是动物一类,两大类啊,人高级,那是也高级,但是也脱离不了动物这些特征 其实是两大类,但是你再稍微一细分,也就是三大类 再基本上有鸟类啊,还有这个,有叫叫,呵呵,另外一类啊,水族类啊,那就多了 昆虫类,所以那就太多了,其实真正的分,我的这个理解或者说比较倾向于呢,就是两大类,动物一类啊 那么祖宗有好多道理啊,这些信息知识,真理真相,都是从植物当中首先做了观察,研究啊 揣摩思考啊,去印证出来的 那么,关于这个书和熟啊,其实也是这样,就是相互奉献 通常祖宗富裕的信息认知的道理都是同类的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个顺音 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熟,熟音呢,呃,一个延续啊,它是两个音,你反欠也好,正欠也好,合成也好 就是熟或者收恩,呃,这两个字合成的恩音和熟音,我们都做了分享 这两个一合成,就是举手之间,大家相互奉献,相互支持啊,相互贡献,都贡献自己一点点 你不管是你生命有多小,植物有多小,是从植物开始的啊 所以祖宗呢,就通过植物之间这种可加,可以赞叹,可以我们人类,则于这些动物去学习的这种一种行为过程 或者这种现讲,啊,赋予了这个顺音,就是书恩,呃,就是指草木之间这种所谓举手之劳 相互这种共生,共存,啊,互动,相互奉献,啊,这种精神 我们在前面呢,隐隐约约,啊,多多说说,也跟大家做了分享 就是大家都去贡献,植物这个确实特别,祖宗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真相 所以呢,就叫做相互提供食物,用自己的这个身体,物质入身 相互提供支持,同类向前,前行 这样一种行为过程,或者动作啊,呃,这样一种现象是特制植物的,就叫做顺 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我们今天所谓尤顺语的这个顺,啊,呃,说有个顺地,啊 我们慢慢最后跟大家做一点点总结 特,特制就是指草木,啊,今天的话叫植物 祖宗那时候没有植物这个词啊,这祖宗就后来就有了用顺指植物啊 动物当然自然也有啊,有水族也有其他的词啊 我们都以后跟大家去分享,那么之间这种啊,相互熟熟啊 支持啊,这样一个现象过程就叫做顺 就有了这个顺音啊,极其含义 那么这个含义,那当然就包括就是相互扶持共生啊 呃,共存啊,大家都做贡献 各尽其能啊,不管自己能多到多少 其实植物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你像这个植物啊,这个草木啊,就是生长叶子啊 就像这个草本植物一年生的,完了以后,其实它倒不了一年啊 三季啊,春秋,一个春秋 那么,呃,就完了啊,就归根了 落叶,植物的这个树啊,也是落叶归根 那么也是经历一个春秋啊,一个季节一年啊,那么一次 那么把这个叶子落下来,落到地上,完了以后随风也好,被周围环境 啊,到谁的跟前,谁再去烂了,再吸收 再形成自己的身体,无限次的这么寻故往半 这就是指着植物之间,草木之间 这种熟啊,熟啊,熟 这个,那一个进行的拓展 主宗认知出来的 所以呢,这个 草木的这种无私奉猿 就是无私奉猿,就是自己乱下去了 自己把这个东西奉猿出来,植铁叶子啊 这些草,草本植物 把整个身体啊,留下种子啊,那继续结着这么做啊 那都是一种风险,都是要落到下去 你自己以后再生长,未必能够 哼,就得到自己失去这些 实际上大家都是共生 你催到我这儿,我得意 你呢,也会有催到你那儿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仔细研究植物件 其实就是这么运作的 祖宗早就印证观察思考传播出来了 那么就这种行为 所以呢,就有了这个草木啊 这种高盛精神这种意思啊 那么还有呢,那么他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啊,就是自己生长成了这个身体 在这个一个季节,一个春秋 就春天开花啊,发芽啊 一直到秋天落叶啊 叶落归根 这个整个呢,是有一个 啊,秩序,有一个呃 序列啊,有一个先后的这么一个排列 所以呢,这个顺呢,还有这个排列的意思 按照这个呃,完成这一顺 一顺是指一春秋 就是有这么完成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呢,所以要顺 就有顺利的顺 为什么叫顺利的顺呢? 今天这个顺利的顺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着从天到地这个方向 就叫做顺 实际上植物也就是这样 落叶啊,倒塌 都是从天往地下 我们的这个逆音里都跟大家做个分享 逆,就是跟这个天做的像雨啊 雪啊,这个陨石啊 这个叶子啊,等等 这相反方向叫做逆啊 叫逆天 所以呢,顺也有顺天 就和天,雨啊 等等这些,呃,就我们说这个万有以利吧 啊,这个自然产生了领泡的东西 大家回到地上 啊,这就是说叫叫顺天 所以有顺啊 这个顺是指着和天的方向一样 就是从上到下 所以还有这么一个含义 还有呢,我们说是一个季节 一个春秋叫做一顺 啊,就是从发生 生根发芽啊 你生根要发芽要是一样的 生长累积到了最后呢 霜啊 其实里面信息都是相互交错的 啊,这个水啊 就把这个叶子给打掉了啊 之后就放起来叶子啊 叶楼归根 那么这一个过程 所以也叫一个圈 完成这么一个循环 也叫做一顺啊 所以这个顺呢 还有可以当量次去用 那么也有这个过程的意思 按照一定规则啊 去运行的意思 因为大家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嘛 那么从目中上那种祖宗也是 这是规则史啊 所以呢 也叫顺天啊 按照和天的做法是一样 一个方向一致 啊 有了这个顺的这个含义 啊 呵呵 那 所以呢 方向想法叫逆天 就一天啊 为那个 所以顺呢 就有一致的意思 就和天一致 和什么什么一致 那么 有了这个顺的这个含义 再后来呢 我们祖宗啊通过这种 觉得呢 我们应该向这个草木啊 植物学习 人跟人之间也要这样 就彼此要接受 也去相互共生啊 我自己是人 别人也是人 哎 我想生活 我要生活 别人也要生活 同样 我需要什么 别人需要什么 所谓的换位思考 说人以后 彼此之间接受啊 叫 别人啊 也能够 和自己一样啊 自己想需要什么 别人肯定也需要 就所以叫随顺 也有随的意思 就是顺其自然 就是也在顺其自然 就是按照自然去做 就彼此去接受 接纳 而容纳 哎 所以顺呢 有说服 你顺利啊 大家都 彼此之间接纳 就和谐吧 所以有和谐的意思 这个顺 后来呢 我们人去学 这一个 这一个 其实这个顺音啊 也不管 再一个呢 我们在后面跟大家分享这个字的这个顺序啊 那么 就是人们之间相互 像草木一样这种 熟熟啊 呃 一些行为相互扶持啊 相互陪伴 相互 呃 奉献啊 啊 相互利用啊 这个利用是指着平等利用啊 不是说 呃 为一己之私 或者不平等的利用啊 呃 前面我分享用利用这个词 有个朋友跟我提出来了 利用不是个好词啊 呃 其实呢 利用是个中性词 只不过我们人堕落了啊 呃 利用呢 就是有些欺骗的行为 也不真实的成为利用 就叫利用啊 呃 那么其实就是用相互使用 相互扶持 人之间也叫做顺啊 呃 顺 大家都好 都愿意 哈哈 有这么一个顺字的含义 那么 其实呢 这个植物呢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过撒印啊 撒印 就是这个四开子楼的第一个音啊 呃 其实呢 祖宗也认识到了 这个灵性学习生命 这种精神啊 这个境界是非常高的啊 所以叫撒啊 其实呢 我们说人成佛 植物就是佛兰啊 有古典里都有这样的一些说辞 有这方面的信息 有兴趣的大家去翻遍 我们祖宗留给我们 你能接触到的所有经典 你会找到这条信息 菩萨其实就是指植物啊 后来说人 你顺都有人嘛 顺也最后成了人之间这种相互 呃 扶持 相互 呃 帮助啊 相互动啊 互动这种含义里头呢 那 其实这都 很正常啊 人也这个样子了 所以呢 啊 就有了这个 之间相互扶持 人跟人之间相互帮助 所以呢 这个顺呢 就是指恩 恩呢 就是举手之间的一种相互帮助嘛 就指这个 用身体生命啊 用这个物质生命去相互帮助 特质植物 所以接着又顺恩啊 输恩呢 啊 这个一个含义在里头 那么 这个草木啊 这个树叶子是一个春秋啊 就是实际上也叫三季 其实呢 就是半年多点 半年吧 你春季也不是一开始的就发现了当然有孕育期 哎 到了秋季 秋风扫落叶 那么其实呢 不到一年 相对于我们人这种我们有感知感悟有思想能有形而上运作的一些动物来讲 高级动物 那么觉得这就是很短 哎 这个时间很短 甚至都不到一年 就是一个春秋啊 就完了啊 就这样的一个深根花园 呃 成长最后奉献出去 呃 这么一个过程 呃 完了以后呢 再呃 大家都受力 再往前推动自己生命的这个过程 那么 所以这个顺呢 这一顺呢 我们说几两点吗 也有时间短的含义 时间短呢 后来呢 因为他有时间短 慢慢这个顺 就是一顺啊 只是时间很短 你想想将对我们百十来年的人生都非常的短 其实呢 我们又在反复的去套用对跟这个世界物质世界 我们这个人生这百拉十年也是一顺啊 其实套嘛 光照套 就是彼此印证啊 我们对应植物也是啊 也是一顺 呃 其实呢 我们就是 别说百拉十年 千百万年也是一顺 他也是短 所以后来呢 古宗呢 就把这个顺呢 就单独指时间短啊 短到什么样呢 就眨眼的功夫 所以一顺也要一眨眼啊 有了个木字旁的顺 指着一眨眼这么短 因为他一直言言用这个形容 呃 时间短嘛 寿命短嘛 就叫一顺嘛 就是一眨眼 其实呢 还有一个含义呢 就是一眨眼 就人死了 这个眼也闭死了 呵呵 闭上眼了 所以呢 也是也指一顺 人的寿命啊 一生啊 也叫一顺 所以呢 就有时间短 一眨眼的功夫 最后呢 就是承接了 我们眨眼这么短的时间啊 叫做顺 所以呢 顺有速度快 有时间短的含义 啊 有了这个木字顺 那当然那个顺 既然跟眼有关 也还有看的意思 说顺了一眼 就是瞄了一眼啊 当然了 这都是后来的一个演变 那么顺呢 就是这么来的 一点一点演变成 有了这么一个顺字 啊 瞬间的顺 那么 我们就要 其实呢 这个含义啊 只有顺利的顺 和瞬间的顺 啊 瞬间的顺 也都是没有这点含义 这个顺音都没有含义了 都已经没有了 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说 这个顺 啊 有顺利啊 我们历史上 三大名帝啊 姚顺利啊 啊 其实呢 呃 后面我跟大家分享 我在论语里 都跟大家分享了 姚吻啊 其实呢 这个姚顺利啊 实际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没有姚利 也没有顺利 第一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 呃 也没语地啊 但是呢 有的朋友说 不要 有 历史 记载的祖宗就这么说 祖宗物读啊 只能这么说 因为什么 我们文字啊 呃 嗯 在这个论语里面 有姚乐篇 就最后一篇 论语 二十篇啊 张伦恩是张什么 张秀的这个论语啊 他编排的二十篇的论文 当然有二十篇 还有二十四篇呢 啊 那么有个姚乐篇 姚乐篇呢 这个姚呢 不是指 叫姚 哎 姚的这个人 那个时候 那个姚乐 是指着祖宗 把这个文字符号图形 画在这个 陶土片上的文字 记载的叫姚文 那么祖宗 童子那个时候 两千五百年以前 都要学 呃 就就有姚文了 那当然了 今天我们都没有了 那 其实顺序发展啊 骨头文 和这个甲骨文 那 嗯 和这个姚文呢 前后差不多 但是更早的呢 针对甲骨文 和这个 呃 姚文来讲 姚文早于甲骨文 其实骨头文 你也可以说 也可以说甲骨文 那么也是 但但他不是归甲啊 不是别甲啊 那个文 那个 这个骨头片 其实祖宗 曾早就在骨头 什么驴骨 牛骨 那个大腿棒 我上面也刻 画图 画幅 记事的 那也叫 也叫骨文嘛 但是他不是甲骨文啊 大家要搞清楚 那么这个姚文 祖宗就说 孔子就四五千年前 啊 留下了这个文字上 就写 因为有地啊 地音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了 说从那上面记录 其实祖宗也是对植物这种奉献精神 这种无私的精神 其实呢 他们不能动 皆是听天由命啊 顺其自然 哎 你吹到我这 我就接受 吹不到这 我也 我还 我还那么做 我还奉献 哎 这种境界啊 确确实实 祖宗也认识到了 就去 在这些文化经典里头 祖宗认识到信息里头 就跟大家分享 就刻在这个头图啊 网片文上 有这个记载 就是歌颂赞美赞扬这个植物之焰 就是草木之焰 这个所谓的顺 他们这种行为啊 确实啊 无私 你大家自己印证吗 人能做到跟植物一样 哎 那都都成圣了 哈哈 所以呢 啊 就说啊 这个姚文啊 赞美这个顺啊 那就把地味传给他 顺呢 后来雨 雨呢 也不是说有个雨地 当然你说有啊 也可以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呃 雨 我们在后面跟大家分享 他指着什么东西 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了 啊 有些朋友跟我也是争论啊 较劲啊 好几年 我说你不接受都无所谓 啊 有些朋友呢 就说啊 这个历史书上都有记载 啊 姚帝 姚帝把这个地位传给了顺 啊 顺传给了雨 啊 这是三大圣地圣贤啊 什么三皇五帝之一 又是如何如何 多么伟大的这个 呃 君主啊 如何 其实呢 都是啊 我可以这么说 那都是编故事 误读啊 后来编了好多故事 好像有姚帝 有顺帝 有雨帝 之前这些故事 自相矛盾的 乱七八糟的 什么样的都有各种版本 当然这都是我们 祖宗留给我们的 祖宗也要解读嘛 那有错的 那我们这些子孙 哼 不至于傻到那样 就这些东西解读过出来 因为我们这个语音文子 当然你可以有有有有叫姚的人呢 这个姚可能也当过帝啊 也都是不能说排除 其实我们今天所有这些汉语言啊 我们这个中国这个语音文子 我说汉好多人还并购我啊 你说汉语言汉的多少年 两千年 那么这个中国这个文字酒啊 中华文化吧 那都是上千年几万年 那我告诉你十几万年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这个习惯嘛 所以你说中国文字 那么这些东西 这些图画 像我们啊 传承这些东西呢 都有含义 像我们今天所有这个人名字 那那那都是要用这些音字的 那你说那个音字 我们取了这个名字啊 那就就只能就这 这个名字就指的是我了 啊我这个名字了 那不现实吗 我这个名字还有好多重复的呢 啊 所以呢 这个字有它本身的含义 那么也有人取这个名字 也有时候指这个人 你看我们也 我们一个人的名字 我们中国人是通常两个字 就是一个词啊 也就代表一个人 但是呢 这个名字也有含义啊 所以我们图个吉利 就是如何如何的啊 有一定的含义啊 那你也既指人 也只算一个有 你可以说有人 也可以说没有 最早的时候 反正祖宗 创立语言文字 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顺音字的时候 跟这个人的名字没关系啊 跟这个皇帝也没关系 跟这个什么呃 地什么地都没关系 所以有些人还比较严谨一些 啊 说啊呀 传说啊 其实是就是传说啊 还有我想跟大家说一点 好多人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接受 但这是事实 我们所有现在这些 呃得到的说 古典 古典文化 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 科学知识 各种学校里头 教授我们的数理化 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科学 里面只有百分之五十不到啊 也就说一半吧 是真的 有一半是假的啊 包括历史 历史更无真实可言啊 也不可能 我们没有能力去证明 没有能力去 啊 评判 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整个过程 你说这个历史 那不都是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 还不是这个意思啊 都是直言片语 听谁传说吗 所以总统叫传说啊 呃 我在这呢 反正就补充这么一点 就是跟大家 呃分享一点 谣顺语啊 啊 你说是有地啊 也可以有这三个地啊 相互传闻可以 因为不重要 重要是我们要完成做人的使命 啊 你其实呢 我告诉你是没有 谣顺语啊 真正我们引解字啊 这个因字跟这些都没关系 论语里头提到的谣顺语 也跟着没关系 因为论语里头 孔子 跟大家解读了什么叫谣 什么叫顺 什么叫语 什么叫管仲 什么藏文忠啊 又是什么 嘿 各种各样吧 刘夏慧啊 少年啊 等等这些 暑期薄疑啊 这些通通跟这些人 没关系 你这人叫这个名字 那是巧合 其实 孔子给大家讲呢 就是这些字的含义 传承 祖宗流传下来了 因为你这样才能读懂了 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呃 那么好 关于这个 顺语啊 这些相关的字呢 呃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